多好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二节 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程序 那我们这一节啊 有两个考点 那么重要的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编制程序 一般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预算的编制方法呢 我们教材啊 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对预算的编制方法去做了分类 可以说谈了有三对 然后每一对这个预算编制方法 它们的优缺点啊 正好是反着的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对 就是按照它编制出发点的特征不同 我们是可以把预算的编制方法呢 分为增量预算法和零基预算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个预算方法 什么叫增量预算法呢 它的这个特点去强调啊 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 是以这个历史期的实际活动 以及呢它的预算 就是根据历史期 我们以前编的预算 是吧 也包括历史期的实际活动 以它为基础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变 对吧 也要结合预算期的经济活动啊 以及有关影响应会变动情况 我们通过调整是吧 它是通过调整这个历史期的这个经济活动 这些项目金额 然后来编这个预算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有些教材上啊 也把增量预算法称为是调整预算法 因为它是根据我们的过去的有关这个实际情况 过去的这个预算的这个状况去做一些真真简简 去做一些调整 是吧 那么灵机预算呢 就正好跟它反的了 就是说我不考虑过去的 就是 不受这个历史期的活动啊 或者说预算这种影响 是吧 它不考虑过去 它是完全 从零开始 对吧 就是以零为出发点 它的钱就以零为出发点 然后根据我们的实际需要去出发 对吧 我不考虑过去 我就考虑 比如说我们现在让你编2023年的预算 那我就考虑 2023年我可能有哪些业务 完全根据未来的 我们估计的这种实际的一些需要 然后我考虑具体的这种 这个预算的安排 那么这两种预算 大家看 它俩的优缺点呢 其实你 没有必要去背 因为考试它也是考译比较 你会对比来 把握它的优缺点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 从编制工作量来说 那当然增量预算 它的编制工作量小啊 对吧 它就根据过去的情况 根据过去的预算 我真真减减一条 那就编得很快了 是吧 但是临近预算 一切从零开始 完全要根据 实际的需要 你去考虑有什么样的开支 然后指引 怎么样的金额 那这个编制功能就会很大 所以这个实际上 它俩是相对应的 对不对 那你想 我们对于这个增量预算 由于它呢 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的一些 有关的项目啊 或者说一些 就是历史的一些预算 为基础来编 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可能会 把原来一些不合理的项目啊 就继续保留了 是吧 这样会导致我们这个预算的这个浪费 但是你想 那我灵机预算呢 我不考虑你历史期 所以呢 我就不会受到你的 不合理的历史 这个不合理的影响 对不对 它就正好是反过来的 是吧 然后我们 这个书上还进一步 看这些灵机算好呗 那就说 它可以增加预算编制的透明度 有利于进行预算控制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啊 就为什么说能够增加透明度呢 因为你想 如果要是完全按照过去的那种情况 那就是根据过去的 我们重新调整就行了 但是你如果一切从零开始 那就必须要 搞清楚 到底有哪些具体的项目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够 使得我的预算这些项目的 这个等于说 就给大家更清晰 百分之透明度 所以也可以有利于 我们进行预算控制 所以它俩的优缺点啊 就是对比来记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 灵机预算的缺点呢 我们说要列了两条 然后一个就是我们还对比来说 编制工作量量大 然后它还谈到什么呢 就是灵机预算 它编制的准确性 会受到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 还有一些相关数据的 标准的准确性的影响 你想你一切从零开始 那你就要对未来去做 相应的一些估计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项目究竟需要多少金额 你都不考不考虑过去 完全从零开始 那如果你的估计是有问题呢 对吧 所以实际上 我们说灵机预算 它虽然克服了 我们会受原来的历史的 不合理的影响 但是也有缺点 也有可能 我们历史合理的东西 你也没考虑呢 对吧 所以它实际上就会受到 你的管理水平 还有你对未来预测的 这个准确性的影响 那这个实际上是常识 是吧 就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两种方法 适用范围的比较 我们教材对于增量预算法 没有谈它的这个适用范围 但实际上我们在 日常的这个企业的 这个就是实际业务中 比较多的还是用的是 增量预算法 因为大家知道 灵机预算的编制工作量太大了 而且呢 一切从零开始 所以这样是受制于 我们的这个企业管理的经验 还有我们这个 对未来的预测的准确性 是不是 所以反而呢 就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增量预算法 那么灵机预算法 就适用于什么呢 适用于一些 不经常发生的预算项目 还有呢 就是预算编制基础 变化比较大的预算项目 那你考试 你一定要灵活 我们虽然书上没有写 但如果问你 增量预算法 适用于什么 我们讲这两个方法 正好是反着的 所以它主要适用于一些什么呀 经常发生的预算项目 或者说呢 预算编制基础 变化不大的预算项目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灵机预算的适用范围 那么 增量预算正好跟它反的来 就是了 是吧 这是我们对于 这两种预算 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注意他们俩的 这个优缺点的对比 是吧 还要注意他们的 适用范围的这种对比 此外呢 我们书上也谈到了 就是增量预算法 编制的假定 就是为什么我们是 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预算啊 日常法 我们都是用增量预算法 来编制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 假定前提 就是假定呢 我们企业目前的 业务活动都是合理的 所以不需要再去调整了 是吧 然后呢 它说现有的各项业务的 开支水平也是合理的 所以预算性的 还可以基本上保持 第三点呢 就实际上就是说 既然我们现有的活动 是合理 业务开支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 根据现有的活动 和开支为基础 去确定我们预算期的 各项预算数 这是我们说上谈 这种假定 是吧 其实也就是我们谈的 就是说 我们对一些经常发生的 对吧 那这个未来还要发生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编证基础 变化不大 就这些开支水平 还是合理的 那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增量预算了 我们现在可以结合 以往的考题 看一下啊 我们先看一个单选题 它就是问你 以下各项中 不属于增量预算 基本假定的 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 A呢 说未来预算期的费用变动 是在现有费用基础上 调整的结果 那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对的啊 因为我们增量预算 就是以现有的这个 就是以历史的这种 实际的这个业务啊 以及还有关历史这些预算 为基础 我们去做调整来编制 对吧 然后B呢 说预算费用标准 必须进行调整 这一看就不对 我们不是必须调整 对吧 它是以过去为基础 然后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但不说必须调整 呃 然后拥有各项开支是合理 呃 业务活动为企业必须 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所以它问你不属于 那我们一看 只有B是 啊 不对的啊 就是B是不属于的 是吧 所以应该选B了啊 因为它问的是不属于 所以我们就选它了 那我们再来看去年这块考过一个多选题 它就问你下列各项中属于零基预算法特点的有 A 它说不受历史期经营活动中不合理的影响 大家看没问题吧 那一切从零开始啊 我不考虑历史期的那些东西 那当然不会受到影响 对吧 B呢是有助于增加预算编制的透明程度 啊 我们这个也是对的啊 因为你想 你要重新开始编制 具体有哪些业务 哪些项目 是吧 我们都是要 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预算编制的透明度 呃 然后C呢 预算编制工作量较大 那这个 是对的 对吧 一切从零开始 当然变成功量较大 然后成本较高 那这个也是对的 对吧 你要从零开始去编 那当然你的编制成本会高啊 所以ABCD都是正确的 是吧 实际上就是大家可以看 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就是 书上的原文化 但你通过理解 那这些都是正确的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个判断题 它说增量预算方法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 节约预算的积极性 并且促使各基层单位合理使用资金 这一看怎么样 就不对了啊 实际上我们 大家把握这一点啊 就是它首先是认为 这个增量预算是一个传统的预算方法 我们为了克服这个增量预算的缺点 我们会有灵机预算 所以灵机预算 它的就大部分都是优点 它主要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编制工作量大 另外呢 可能这个编制准确性 要受到我们的这个企业管理理员的经验的影响 受到对预测数据准确性的影响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说有利于调动各个方面节约预算的积极性 促使各个各单位合理使用资金 因为你实际上是要根据他的实际的需要去重新安排预算 他认为呢就可以 就是更加的能够就把那些不合理因素剔除了呗 这样可以可以合理使用资金 那是灵机预算的优点 增量预算呢 会保留原来不合理的项目 对吧 而且可能容易导致这种 反正我原来就是这些东西 那么他可能还会让我继续保持 这样可能就不利于我们节约成本费用 所以这一看就说烦了 是吧 所以张冠理贷了 他如果要说灵机预算那是对的 但增量预算那正好说烦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机 这是我们以往一道考题 就是考试用范围的 他问我们下列各项费用预算项目中 最适宜采用灵机预算编制方法的是什么 那当然我们刚才谈了灵机预算的试用范围 它主要适用于不经常发生的 对吧 因为如果是经常发生的 你要是多一切从零开始 是吧 那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那个成本代价太大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说应该是适合不经常发生的 而且呢 就是或者是说 它的编制基础会有很大变化 对吧 就是虽然是经常发生 但是我们的基础又有很大变化 那可能我也要去做 那你像他这里面给的我们这几项 你就想 人工 材料 折旧 这个都要经常发生吧 每个月都会有吧 人工的开支 材料费用的耗用 折旧费等等 但是培训费 大家知道 他这个不是经常发生的 对吧 他不会说 我们这个让职工 咱们每天都培训 每个月都去培训 那你都工人不干活了 全都去培训去了 是吧 所以这个上不是经常发生的 而且我们经常那个 你想培训的项目 它不可能完全一样 对吧 我因为既然是给员工培训 比如说每半年要提高一下员工 做一个培训 那一定是 你是不同的培训项目 所以它编制基础会有变化 因为它不是经常发生的 所以你从这里面来看 那当然只有B是最适合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对 固定预算与弹性预算 可以说弹性预算 就是为了克服固定预算缺点 人们提出来一种预算 那么这种分类呢 它是按照我们预算 编制业务量基础的数量特征不同 那首先看固定预算 固定预算也经常称为是静态预算 就相当于它就是某一个 固定的那个状态 也称为静态 那它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 我们的固定预算呢 它是针对某一个单一的业务量 是吧 就是跟按照某一个业务量 然后作为 这个固定基础来编 是针对单一业务量的情况下的 这个预算 是不是 当然它编的时候 它也是考虑估计啊 我们估计预算期内正常的最可能实现的某一个特定业务量 作为唯一的基础 然后我们去编有关的预算 那弹性预算呢 就正好是跟它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是针对什么呀 不同的业务量 对吧 是针对多个业务量 去编制有关的预算 那大家可以想 由于固定预算是针对单一的业务量来编制的预算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让你预测2023年 那我说我预计2023年 我估计我的收入 我的销售规模能够达到一万件 然后我就考虑这个销量一万件情况下 我的收入情况 我的成本情况 哎呀我就编好预算了 但如果要是用弹性预算呢 它不是说就单一的一万件 它要考虑我可能的业务量范围 就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根据过去的历史情况 我最低也没有低过一千件 是吧 但是再高的话 因为企业生产能力有限 我只能生产出一万五千件 所以我就从一千件 到这个一万五千件 是吧 就根据我过去的这个历史的最低最高 或者按照我的这个生产能力 我的这个一定的范围 我就编什么呀 一系列业务量 就不同业务量下 它有关的这个预算 那很显然 你想这两种预算方法 固定预算 你说你只按一万件 那万一要是我的实际结果 我是生产了 我是消耗了一万五千件呢 然后你考核我的成本开支 你说我超支了 那我就很不服气了 你那个预算是一万件下的成本 我是实际生产了一万五千件 而且我也卖了一万五千件 那你 你这样的话就不可比 所以这个优缺点就自然就出来了 都不用去背 就是我们的固定预算是什么呀 它的可比性差 生产性差 那也有优点啊 编制工作量小呗 是不是 就是传统预算的优点 都是共同的优点 编制工作量小 是吧 但是缺点 你看我们的固定预算 是单一业务量 所以它 可比性就比较差 那弹性预算的优点呢 就正好就克服它的缺点就完了嘛 你都不用去背它那些一大堆原话 是吧 因为我们弹性预算 真的一系列业务量水平来编 所以它是考虑了不同的业务量 所以这样是不是可比性好 适应性好啊 是不是 但是呢 你要反映不同业务量 所以编制的工作量怎么样 那我就大呗 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由于你要反映不同业务量水平下的 这些预算的项目 我们就比如说以成本为例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依赖于你 你对成本 我们前面讲过成本心态分析 那你这个到底是固定成本 还是变动成本呢 如果是固定成本 那好说了 业务量变它也不变 但是变动成本呢 业务量要变 你是要同比率变啊 而且我们还可能还会有些混合成本呢 是不是 所以其实弹性预算这一块啊 我们一个是它的工作量大 还有一个也就是说 你这个编制的准确性 对吧 就是你一定是准确的预算 你才能够更能满足企业的这个 就是经营管理的需要 但是呢 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预算项目和业务量之间的 一层关系的判断不准确 那你就影响到我的这个预算编制的合理性 对吧 就比如混合成本 我混合成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性 那你如果不能够准确的去估计 那你跟出来预测预测就不准确了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理解一下 注意它最主要的缺点就是什么呀 编制工作量大了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适用范围 我们教材呢 对于固定预算没有说 它只是针对弹性预算谈了一下适用范围 这块还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 在实务中啊 可能为了要减轻工作量 我们的传统预算 我们前面讲的传统是增量预算 那么这块呢 传统就是可能是固定预算 因为工作量小嘛 但实际上呢 我们说为了克服它的缺点呢 我们就有一些改进的 我们前面为了改进增量预算的缺点 我们有灵机预算 那这块呢 为了改进这些固定预算的缺点呢 我们就有弹性预算 那么这个弹性预算呢 它适用于什么呢 理论上来说 适用于我们预算中啊 所有和业务量有关的预算 但是呢 我们最主要是用于编制什么呀 成本费用预算和利润预算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成本费用 你看特别是像我们的这个变动成本 它不同的业务量 就是它成本总额 它会有变 对吧 固定成本呢 它相应的就是 不同业务量 它不会改变 所以实际上在实物中最常见的就是 成本费用预算和利润预算 特别是成本费用预算 所以我们书上在后面介绍 弹性预算的编制 都是以成本费用预算为基础的 那我们固定预算虽然没有说 但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想利用固定预算来编制 那应该适用于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预算的 就是这个费用的数额啊 或者这个预算的项目 它和业务量没关的 对吧 比如说你像 我们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一些管理费用的 比如行政部门的一些开支 是吧 那它和我的业务量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用固定预算 是不是 但是和业务量有关的 我们最好应该是用弹性预算的方法 那么大家看对于弹性预算呢 我们特别强调是针对一系列业务量水平来编制的 那么首先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业务量怎么去选择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制造费用为例 我想编制制造费用预算 那我这个制造费用 它相应的这个业务量用什么作为业务量好呢 假设如果我这个车间啊 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车间 那我这个业务量 我用这个人工工时 那就可以的 对不对 但如果我这个车间呢 是一个自动化生产车间 我人很少啊 都是一些用的一些流水线设备 有几个工人去监控就可以了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用人工工时就不合适了 那么可能用机器工时 做为业务量的这个计量单位就合适 对吧 还有我们书上也举例 比如说如果我就只是单一的产品 那这时候你都可以不用工时 就直接跟它的产量了 还有呢就是 比如说我是一个维修部门 那你维修部门的话呢 那你可能选择的是要和修理工时有关 你维修部门和你这个基本生产车间的 那个产量那就没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就是一定要选择什么呢 我们将来在成本空中里外 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动因 就是说你得考虑它这个 我们因为我们主要谈的是成本预算的编制啊 那就是你这个成本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那么我们在这块给它称为就是业务量 对吧 你的这个业务量到底用什么 用人工工时好 还是机器工时好 还是说用其他的好 一定要考虑他们有一个紧密的联系 对吧 这是我们谈有关这个业务量计量单位 有的时候考试会考我们 他特别喜欢考书上的举例 是吧 还有一个呢 我们说我们要针对未来可能实现的 一系列的业务量 那就会有业务量范围 因为你不可能说让我编预算从零到无穷 那也编不完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选一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呢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正常生产能力的70%到110% 是吧 因为我最大能力也就是 就是等于说我们能加班加点多干一点 就是哎 110% 就是按照这样一个范围 或者是按照我们的过去历史上的 最高最低业务量位上下线 等于说你要选择一个范围 对吧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前面也讲了 就弹性预算它的这个 还有一个缺点 就它的预算的这个准确性 是取决于你这个预算项目和业务量之间 一层关系的判断 那么由于我们主要是编的是成本费用预算了 那因此对于弹性的成本费用预算的准确性 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前面讲的 成本心态分析是不是准确 是吧 它会受到你的成本心态分析的这个 可靠性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道以往的判断题 它说相对于弹性预算 固定预算是以事先确定的目标业务量 作为预算编的基础 它说适应性比较差 那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应该是对的吧 因为它实际上是以什么呀 就是你看它强调了 就是它书上表述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们说上谈的是根据一个就是某一个一定的 是吧 有一个业务量 它是用目标的 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单一的 它并没有强调是一系列 而且适应性差 那没问题 那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判断题 它说采用弹性预算法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 业务量计量单位的选择非常关键 多自动化生产车间适合用机系工时作为业务量计量单位 这是我们以前的考 它就是考的是要说很原话 就是说我们在选择它这个成本费用 是受什么的影响 对吧 那么应该考虑它这个驱动因素 就是要有关系要密切一点 所以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弹性预算的编制 因为我们弹性预算要针对一系列业务量水平来编制它的这个预算 那么怎么来编制这个预算呢 我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做公式法 大家看公式法 大家可以帮我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在第二章 讲这个总成本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讲了一个成本直线方程 那么成本直线方程呢 就是我的总的成本 我们最终是分解为两大块 一块呢是固定成本 还有一块是变动成本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一个方程 Y等于A加B称X 对吧 因为我们在成本性态分析中谈到 就是混合成本 它是一个过度的这个分类 所以最终要给它分解的 那么我们把混合成本也分为固定变动以后 那这样我的总成本就是两大块 一块是固定成本总和 那么固定成本总和业务量没有关系 那还有一块是变动成本总和 那么变动成本呢 因为单位变动成本不变 是吧 在相关关系内它不变 所以我们的总额就用B乘上业务量 我们用X表示业务量 Y表示总成本 所以我们就会有个成本直线方程 Y等于A加B乘X 那大家现在想既然X是业务量 如果呢按照公式法来确定我们这个弹性预算 我们可以确定一系列业务量的成本 当然前提必须是相关为内 对吧 比如我说我预计业务量可能是1000 可能是1200 可能是1500 可能是1400 没关系啊 你给我一个业务量 我往里面一套公式 我就可以出来 对吧 这就是我们谈的公式法的这个弹性预算的变质 就它能够 我这个X我就告诉你 这个X这个业务量 你可以往里面去带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的这个例题啊 我们这个书上例题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企业经过分析 得出某种产品的制造费用 和人工工时是密切相关的 对吧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制造费用就是我们要分析的成本嘛 我们现在都谈的是弹性成本费用预算的 然后呢 它会和人工工时密切相关 也就是我的业务量 X是人工工时 然后让你用公式法编制制造费用预算 它给了我们一个表3到1 我们来看这个表3到1啊 首先给了一个业务量范围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是在相关范围之内 是吧 我们固定成本总额不变 然后单位变动成本不变也是在相关范围 所以它这里面就给了我一个相关的业务量范围 是420到660小时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啊 其中运输 电力材料都是变动成本 所以它的单位的变动成本就给我们了 然后呢 修理费用和油料费用呢 是一个混合成本是一个混合成本 那么按照公式法 它是必须要把混合成本分解为固定和变动 那你看它分解完以后 修理费用的固定部分是850 单位变动的修理费是8.5 每小时8.5 油料也是分解为两块固定变动 另外折旧和人工 这是纯粹的固定 所以呢 你可以看它把所有的成本费用 都是分成两块了 固定和变动 所以我的固定成本总额是5930 单位的变动成本 就是每小时的变动费用 是吧 也就是我们谈的那个所谓币 因为我们是 X是你的这个人工工时吧 是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 单位变动成本上就是 元每小时了 是不是 单位变动成本是23.5了 然后它还有一个备注 我说业务量如果超过600公时以后啊 修理费中的固定费用 就会从850元升为1850 那也就是说目前呢 他给的这个表里面 指的是600小时以内的 那么是850 但是一旦超过600 就变成1850 要增加1000了 所以大家看啊 因为我们书上是讲原理 所以没有以之为之 我给大家补充一个要求 比如我这样提问 让你利用公式法列出呢 制造费用的预算公式 那我们看按照公式法的话 实际上就是要考虑成本支线方程 Y等于A加B乘X 关键是把A和B给我找到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例题啊 A是5930 但它实际上是有这个范围的 就是业务量必须是600公时以内 对吧 也就是420 也就是说我们 对于第一个来说 如果我的公时是420小时到600小时 在这个之间 那我的总成本的直线方程 Y等于A加B乘X A呢就是5930 然后单位变动成本是23.5 对吧 23.5是B 乘上业务量X 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看 它还搞我的一旦业务量超过600公式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业务量是 大于600小时 那我这个公式啊 Y等于A呢 那就不是5930了 因为我们修理费要变成1850 要增加1000 所以我的这个固定成本就变成6930 但费重成本没变 还是23.5乘X 所以我们就要列这两个公式了 对吧 就是在不同的业务量方面 它有不同的成本支援方程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如果业务量是500人工公式 那我就套第一个公式呗 那我这个Y是多少 那就直接往里头套5930 加上23.5乘以500就是了 对不对 那我们第三个 如果说业务量650公式呢 那我们就要套这个6930 对吧 因为你的650已经超过600了 那就是6930再加上23.5乘以500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大家看公式法啊 它的关键呢 就是要把成本直线方程里面的 这个A和B找到 A和B有了 这个直线方程列式出来了 你给我一个业务量X 往里面一套 我们这个结果就可以出来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往的考题啊 这是一道单选 提特某企业采用公式法 编制制造费用预算 说业务量为基准量的100%的时候啊 变动制造费用是3000万 固定制造费用是1000 那如果预计业务量是基准量的120% 制造费用是多少 那我们都知道固定成本不变啊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公式法 Y等于A加B乘X A是多少 A是不变的1000 加上B乘以X 说基准量是100%的时候 那我的B乘上业务量X 对吧 那么我们相当于你可以这样来说 我就设这个基准量是100%的这个X0 没问题吧 就或者你就把这个业务量就设100% 那我们这样可以得到 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个B乘以100% 他算出来的结果是3000 那现在我们这个想问一下 如果当我的业务量是基准量的120% 固定成本不变还是1000 但是呢 当业务量成本B也是不变的 对不对 B要乘上到什么呀 120%了 那要乘上120%的话 大家可以看 由于B相当于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了 是吧 B乘上这个100%的那个某一个特定业务量啊 比如说你觉得不好理解的话 就100%的X0 是3000 那你要B乘上120%的X0呢 那你就直接把我们这个3000乘以1.2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因为固定成本不变 变动成本 随着业务量增加成正比例增加 100%是3000 那120%多少 那不就是3000乘上100%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变动成本 它随着业务量是正比例增加的 所以这是我们 就是这个 以往这个考题 那我们再来看啊 另外一套卷子 是2020年的 就是卷3 那它就是 还是弹性预算 对吧 它告诉我 以至预计业务量为5万小时的时候 单位变动消耗费用 每小时1.5元 固定制造 固定消耗费用是30万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说 Y等于30万 再加上一个呢 业务量是5万小时 单位变动成本是 1.5 这是我们的一个这种情况 然后就问你 如果是业务 按照预计的 预计量80%来变 那第二种情况 我们这个万一是什么呀 固定不变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业务量是 5万的80% 对吧 然后你再去给我乘个1.5 不就完了吗 就往里面套公式就是 这就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弹性预算的公式法 其实弹性预算公式法 你只要有A 有B 就很好办 对吧 你给我一个业务量 往里面一套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列表法 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谈的公式法 它一定是需要把这个 就是所有的成本费用 分解为这个固定变动两块的 对吧 那一分解可能就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我们就有第二种方法 就是说可以用列表法 这列表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通过列表的方式 我们把这个业务量范围啊 给它划成若干不同的等级 对吧 就每间隔一定的业务量 我就要编制一下 不同业务量这个 有关它的这个预算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 是吧 什么叫列表法 大家一看见例子就明白 就通过列表反映不同业务量下的 这些预算的数额就是了 我们教材呢给了一个例三到三啊 他说根据让你 根据我们前面那个表三到一 但是企业采用的是列表法来编制的 那么我们来看书上这个表三到二啊 你看我们前面公示法的情况下呢 他呢就直接是把所有的成本费用 A是多少 B是多少有了 所以呢他没有给我们去分别列示不同的业务量 他只是告你相关范围就是420到660 但你看如果按照列表法呢 我就必须要每间隔一定的业务量 我就要分别去列示不同业务量下的成本水平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例题呢 它是按照生产能力每间隔10% 因为我们正常的生产能力100%的时候是600 对吧 然后呢每间隔10% 相当于10%就60了 就每间隔60小时 他就列示一下 所以我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A 你看我们这里面就相当于5列了 对吧 那就可以得到5列 不同的业务量下的有关的成本费用 而且大家看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变动成本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业务量和他的单元变成本一成就完了 混合成本 你像我们前面公示法 要把修理费和油料要分解为固定变动两块 对吧 但是按照我们这个列表法就不需要去给它分解了 就分别列示 对吧 就列示你在不同的业务量下 他可能这种成本费用给他列示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固定成本你看也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列表法 它的成本性态 它是分别列示的 固定的变动的混合的 而且呢混合成本不做分解 就直接去考虑不同业务量下的成本去估计 对吧 那么按照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也就是我们公示法和列表法相对比的优缺点 这也是经常有时候客观体会考到我们 是吧 其实大家看公示法的优点 编制的工作量小吧 对不对 我只要这个 不需要你这个列好几列 去分别算 你想我们这个 你得算五列 这五列你还得分别去 估计各种不同情况下的成本怎么样 混合成本怎么样等等 对不对 但是公示法呢就是 我们把公示往这一列 你让我算什么 你给我一个X 你可以算任何业务量 是吧 我们公示法是可以算 这个任何业务量下的成本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优点 它的工作量比较小 对吧 我们这个 就是列表法呢 跟它相比的话 你看它俩正好是反的 编制工作量小 我们列表法的编制工作量大 但是我们看 公示法有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强调 它必须要把混合成本做分解的 对吧 你分解的话 你像我们书上那个例题 它举的比较简单 我们的混合项目就两个 就是一个油料费 一个修理费 所以你就只是分解了一下 油料费它的变动固定部分 是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修理费的变动固定部分 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看我们前面 书上这个例子 对吧 它就是要分别去 因为不同的成本性态 它的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就要分别 修理费 分解一下 它的固定部分是多少 变动成本多少 油料费是多少 对吧 那其实在实务工作中啊 我们这个成本项目非常的多 你很多的 而且好多都是属于混合性的项目 所以你按照系目去做分解 这个分解的工作量很大 虽然编起来好像 看起来编制不是那么麻烦 要一列一列的去编 但它做混合成本的分解 这个分解的工作量大 而且呢 你想我们特别是像这个 比如说你像我们前面讲 混合成本是这种状态啊 混合成本有什么呀 半变动 还有呢 还有我们这个延期变动 这两个还好说 因为半变动 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基数 随着业务量振比例增加 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前面讲 什么叫半变动啊 这是我们的半变动 然后还有什么 延期变动 延期变动是在一定的业务量 范围之内不变 突破它成正比 那这两个还好说 因为它都是线性的 对吧 就很好判断了 但是比较麻烦的在于什么呀 就是我们有半固定 什么叫半固定啊 不就是我们的阶梯成本吗 这叫半固定 对不对 还有曲线成本 比如说我们 这个是曲线 它不是线性的 那你像这种阶梯成本 那怎么办啊 我就要给它修正为直线 是吧 那这个也是 你要给它修正为直线 在不同范围有不同直线 所以这样 你一修正的话 那其实这个分解 的工作量就会比较大 对吧 它不是说变 它只是我们做 成本分解 工作量很大 而且分解上 就会有一定的误差呀 是吧 这是它第一个缺点 就是要做成本分解 就是公式法 一定要把混合成本分解 然后呢 还有呢 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公式 你看包括我们刚才 举例 它一定要有个相关范围 是吧 也就是要有一个特定的业务量范围 你突破这个范围 你那个公式就不能用了 那就像我们刚才那提示 420到600之间有一个 然后600到660是有一个 对吧 但是万一我们的实际结果出来啊 是300 大概那300公式 不是你那个给的420到660之间啊 那我们在300公式下 还是不是那个固定成本 那个B呢 不一定的 是不是 所以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有一个相关业务量的范围要求 另外它一定要做成本分解 最关键的就是要做成本分解 那你像我们列表法 就正好跟它 反过来了 就是我不用分解 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按照成本心态模型 直接去列势 我们对于混合机体 是不要做分解的 还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列表法 它比较直观 对吧 你看我们列表法呢 直接就告诉你啊 比如说我们告诉你 我们的实际结果 实际公式 我们这个月实际上 比如说是482公式 没关系啊 你就可以去找 跟它最接近的 大致过一下 对应的是这个数 是不是 然后我把实际成本 和它去大致做个对比 就是它比较直观 它的优点就是 我们不需要做计算了 你要是用公式法 还得套 是吧 我们还得自己算一下 那么这个列表法呢 不用去算了 我们不用经过计算 就可以找到和业务量 相近的这个成本 就是很 它的优点就是直观 是吧 不需要计算 那你反过来说呢 它考试它就是对比嘛 那如果它说 这个公式法 有没有缺点啊 那就是不直观呗 对吧 你得通过计算 是吧 不仅是工作量 我们就可以扩展一下 是吧 考试对比 那它就是 不直观 我得通过计算 你必须要计算 你才能够知道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的公式是480 那怎么办 你要帮里面去套 不像这个列表法 直接就能查表 是吧 这是它们相对比的 这个优惠点 正好 两个这个是对应的 例如我们再来看啊 就是 我们列表法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评价考核的时候啊 可能需要使用插补法来算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会比较麻烦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看 你像我要套公式 Y等于A加B成X 如果我告诉你 我的实际公式是500小时 那就把500带进去不就完了吗 当然你看我们列表法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例子 我们这里面有500小时那一练吗 没有 对吧 当然你说 老师我可以再细一点呢 我就每间隔10个小时再编 那也可以 那万一我要告诉你 我是535小时呢 那你说我再细一点 那不是编制太麻烦了吗 对不对 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碰到啊 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公式 在那个表里面不是正好那一列 对吧 公式法没问题啊 你说你带小一点都没问题 你说我是535.78小时 你都可以往里面去套公式 但是列表法 可能我们经常呢 就是不一定能够恰恰是实际公式 能等于表上的那个特定公式 可能我们就要利用插补法来算 实际业务预算成本 这会比较麻烦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啊 我们看书上还是刚才我们这个例三到三 因为他给的这个列表的这个 就是预算呢 是只给了五列 是每间隔60小时有一列的 对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 假设呢 我给你补充一个要求 我说我的实际工时是500小时 实际的制造费用是17500 我问一下你怎么去评价 那么如果你说我就找大概其位 反正因为他直观嘛 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和我们这个 这个业务实际业务量相近的预算成本 那我就看和哪个和500最接近啊 480小时最接近 对不对 那我就看他的总成本预算 17210 然后我这块是17500 然后我就找了相近的 然后我就说 你们完成的不好 为什么呢 预算应该是17210 你呢超知了 你是17500 那被考核单位人家是不愿意的 对吧 因为你这个是480小时成本 我是500小时成本啊 不可比 所以我们在做成本控制 这个业绩考核的时候 一定要做什么呢 要把实际的成本 也就是我们这个提示 17500 对不对 和什么去比呢 你不能去和480小时去比 要和实际业务量的预算成本 也就是我们实际工时 是不是500小时啊 我要考虑500小时下的 这个预算成本 是不是这样啊 那500小时下预算成本 怎么来考虑呢 那我们可以 首先来大家看啊 因为我们的列表法是分成本性态 我们先看简单的 你看我们的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什么意思啊 相关范围内不变 所以我工时500小时是加在它俩之间 但是你想不变啊 折旧还是3000 人工还是1000 所以我在考虑实际业务量预算成本的时候 我就先算这个 哎我要想求500公时下的 这个制造费啊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分成本性态 我们先看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固定成本吧 那我说固定成本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4000拿回来 那变动成本怎么样 我们知道变动成本是用 B乘上业务量X 对不对 那你想我们这里的B是多少啊 2加10加1 13 对吧 总共是13 所以呢 我们求变动成本就好办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B呢是13 X多少500呗 但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混合成本了 啊大家看混合成本 因为混合成本 你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表里面混合成本 这个4854930 545440 那你该怎么办 内差呗 是不是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对于混合成本 啊 它并不是说成正比的变动 但也不是不变 它会变 但不成正比的变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会利用内差法 那么 内差法啊 我们在第二章讲时间价值的时候 我们也谈到利率的内差 包括期限什么都要内差 原理完全一样 实际上就把它看成直线上的三点 对吧 我们可以理解来 理解一下 你看我们的工时 这是你的成本费用 而且要分向内差 首先我们先看修理费啊 你看工时是480的时候 我们的修理费多少 这是4930 当工时呢是540的时候 我的成本多少 5440 那我是想问一下你 我的工时是500的时候 我这成本X多少 那大家看 如果这两列列出来 我们前面讲内差法 是不是很简单啊 任意两个横坐标 差值的比 要等于对应了重坐标 差值的比 所以我就可以解方程 是不是 比如说像这个 我就可以说 我用X减4930 你随便的啊 任意两个 我们一般把位置数放分子上 这样简单一点 然后分母呢 我说5440减去4930 然后对应的 X对应是不是500啊 4930对应的是480啊 然后分母呢 5440对应的是548 400 就是我们的4930 对应的是多少 480啊 这不就很简单吗 只有X位置数 所以你看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 修理费 X是不是可以得到啊 那同理 油料费也是这样啊 对吧 那么油料费的话呢 只不过就是 我们列市的时候 你看这块是 刚才列的是修理成本 那现在我要 列市的是 这个油料费了 那么油料费的话 500 就480公时 对应的油料费 多少 2040 油料费是2040 540对的是2160 我想你求500公对应的Y 是不是也是任意两个 横坐标差值的比 比如说我用Y减2040 比上一个 是吧 用它减去它 除以分母呢 是大的2160减去小的2040 要等于对应的 你看Y对应的是多少 500 是不是 然后2040对应的是480 我们分母呢 2160对的是540 减去480 只有Y是位置数 是不是Y也可以得到啊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们计算出来 你看变动成本 我刚才说的 是用B乘以X 就13乘以500 6500 固定成本不变4000 混合成本 我们利用内插法 那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就是用我刚才谈内插结果 哎 修理费是5100 油料费是2080 所以这样一来 也就是这个 按照内插法呢 我们的修理费 5100 油料费 是2080 所以你要想算 实际业务量的总成本呢 是要把它们加起来啊 累加一下 对吧 那你看我们 把这些加起来 就13乘500 加上这个 等于是17680 所以累加一下 是17680 这是500公时下的 预算成本 是17680 实际是多少 17500 它是不是契约了呀 所以你刚才说 直接拿17500 去和我们前面那个 480的那个17210比 那是不可比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对 考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把实际成本 和实际业务量下的 预算成本去对比 变动成本很简单 就套工是B乘X1 固定不变 关键是混合成本 要会利用内插法来请 我们也是看一下 去年这个考题啊 他去年那个考题 告诉我们说 公司采用弹性预算法 编制修理费用预算 他说该修理费是混合成本 业务量为100件的时候 所以你看他就是考我们 这个混合 业务量为100件 那我们这个预算 是多少 5000 业务量是200件 我的成本多少 7000 问你业务量是180件 位置数是多少 是不是一样啊 和我们说上题 是不是一致的呀 所以考试你看 他实际上就是 完全都是以书为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练试 X-5000 比上7000-5000 等于对应的 X对应的是180 是吧 180-100 分母呢 200-100 你去给我解方程就可以 这是我们谈有关 这个弹性预算的编制